坐了两个小时的车程,终于来到了阿里山 很冷哦,在车上真是很辛苦啊 偶要偶,是不是 头痛 头又痛 头又晕 好,我们就进去阿里山的园区吧 走路进去 这边就是阿里山的早坪公园 眼前可以看到蒋介石,蒋公蒋介石的同像 向蒋介石问好,哈喽蒋介石 然后呢,这个是 招屏火车站 然后我们过去看樱花 火车 火车 阿里山的森林火车 哇,很激动耶 哦,两个站罢了,烧饼的阿里山 人家去阿里山那里,刚才我们那个站啊 两个,就是 两个 哈喽 哈喽 我们现在吃 出名的 铁路便当 可以 在 烧饼火车站里面 好不好吃啊,胡老师 排骨饭 一百块阿 一百块阿 好贵阿 好啦,我们吃吧就继续 走走 就是鹰之道 跟樱花的走道 可是呢 一朵樱花都没有了 因为我们来到的时间不对阿 樱花全部掉下咯 OK,我们应该早一个礼拜来 是不是 好,所以这个呢,没有什么樱花 剩下 剩下 他的哭 哭了的树而已 哎,终于看到一些幸存者咯 一些幸存的樱花 我的手机会掉下去 才几棵不了 Sakura 不多阿 很多都谢了 哇哦,今晚 今晚我们吃什么咧 火锅 火锅 为什么吃火锅阿 好像好料耶 天气太冷了 所以阿 外面阿 八九度 所以我们吃火锅 火锅好料 不只火锅 还有炒山猪肉 还有香菇 OK 好,我们开动 OK,除了火锅之外呢 还有 这个炒山筍 台湾人特别爱吃的 还有这个香菇 还有这个山猪肉 哇 今晚的 今我的晚餐 真丰富啊 yes 一个good good ok,吃多多我们 哇,气度阿 气度 气度